大家好,我是游子 今天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说说 我最近拔的这些冬天的菜 我是怎么处理的 我是绝对不会浪费 把它们全部扔到那个垃圾桶的 你要知道垃圾桶里的东西 他们这些兑肥公司收了以后 就是去兑肥的 然后兑了以后给你们 让你们再出钱去买 所以一个轮回下来 当然他们是有付出劳动 那我就觉得我就还得开车 去那些地方很重的 把它们再搬回来出钱 这个又是一个费力气的事情 然后还浪费钱的事情 所以呢我会把这些东西呢 全都自己兑肥 我的14个堆肥桶呢 今年啊全都堆满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种了这些大的植物 这个是西兰花的叶子 还有你们看到 昨天那个花叶菜的叶子 都是大的不得了 我先把菜叶子全部都放在 那个袋子里 这些根啊因为有土啊 最后再放 这一堆是前几天种在棚里边的 这个西兰花台 我让它晒了几天 已经很干了 还有一些是另外一块地里的蚕豆杆子 也给它晒了几天了 你把这些植物呢 稍微晒一下 在堆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 一个呢它体积已经小了 另外一个 它到时候堆的时候 水出来的就比较少 但是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晒了 就直接放到堆肥桶 或者堆肥袋里了 那里拔掉的蚕豆杆子呢 是一棵树下面种的蚕豆 所以没地方可以埋 我就放到堆肥桶里了 这也是让你们看 如果你没有堆肥桶的话 你就去Home Depot买一个 就是construction 就是装修用的这个塑料袋 很厚的 一盒20多美金 大概有40个 很多很多 所以呢 我就想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桶啊 全都集中到侧面的这个侧院 这样呢清洁起来也方便 然后呢 我可以把塑料的堆在这个角落 因为它正好是两面有墙嘛 就不容易倒 另外这个地方的太阳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一个夏天出来 这一包有可能就会变成土了 这些堆肥桶啊 好重好重 因为为什么呢 我是晒了又压 然后又放 放了又晒 晒了又压 所以洗边是扎扎实实的 这些桶啊 14个桶全都是扎扎实实的 厨艺啊 还有那个花园里的这些叶子 还有就是地上扫的这些树叶 所以还有有的是旧的根 就是大的植物下面那个根啊 因为是很旧了嘛 我都堆在这个桶里边了 现在实在是没地方堆了 所以呢 我就去用这个塑料袋 你看刮一次风 这邻居上面的树很大 就会有一堆叶子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外面找叶子了 因为堆肥是三样东西嘛 一个是植物叶子 还有树叶子 草也可以的 还有一个就是厨域 厨域里边就是有菜皮呀 水果 这个咖啡渣呀 我都会往里边扔的 你看这是我今天厨房里的厨域 一包是那个蚕豆的壳 还有就是水果啊 咖啡渣呀 还有我们家每天都有的土豆皮 还有菜根啊 这是昨天采的那颗花椰菜 很大一颗 最近因为太阳不太好 一般呢 我都会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然后我再扔到这个堆肥桶里 这样它体积就小很多嘛 你看这是前几天我堆的这个塑料袋 我先把厨域的东西呢 湿的嘛 有一点 包括那个蚕豆壳 先扔下去 然后我再把这个菜叶子放在上面 如果有旧的土呢 你也可以浇一些 这样呢 就会少很多虫 但是因为我还有一棵西兰花台 还在地里还没拔嘛 所以我暂时现在不放土 像另外边上那一带呢 我已经上面放过土了 盖的是旧土啊 是已经中国菜的旧的土 先让它这样放着 然后过两天 等我把那颗也采了以后 也放进去了以后呢 基本上 现在目前就是差不多了 那么最上面 我就会盖一些旧的土 这样对旧的土也有好处 你以后等它欧熟了以后 你的旧的土就变成有肥的土了 这个就是旧的土的根 你放完了这些叶子以后呢 你就可以放这些旧的土的根在上面 然后我一个星期啊 差不多要来打扫一次 撒一些洗洁精 你看那个垃圾桶上亮亮的 就是洗洁精 所以呢 它这里蚊虫 它闻到这个洗洁精的味道 就不会来了 另外一个 我经常会检查 这个盖子有没有盖进 因为前几天放了很多的东西啊 这个压不下去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在这个桶上面 放一个水桶 这里面是水 这样的话呢 你看这个就很满 有一个杠子 就是顶着那个盖子 所以那个盖子会 那个盖不住 所以一个星期 我会来检查一下 另外呢 给它们上一点 有的白醋也可以啊 白醋我基本上都是浇在地上 盖子上呢 我会用这个洗洁精 很浓的那种洗洁精 这样你一浇水 它就会释放一些 这个肥皂的味道 这个味道呢 虫是不喜欢的 919只就是 要防虫 这个堆肺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有很大的院子 还是要住人的嘛 这就是我这两天堆的肥 这个呢 我还没有扎紧 盖上盖是为了防雨 这个你看到啊 我已经把它完全扎紧了 这样 虫也不容易进去 就是有虫 你看有点蚂蚁 你可以喷一些 这个醋啊什么的 然后盖上这个盖的用处是 为了让它防雨 就这样让它呕着 你们看这几天 它现在是在这个高处 过几天 我再给你们看 一个星期以后 看看 它会缩小多少 但是啊 袋子像这样的 即使它缩到下面 只有一半的 你也不要去给它打开 就让它这样堆着 因为打开的话呢 它又有空气啊 什么东西 进去 这个对 堆肥不太好 而且打开的话 里面很脏嘛 没必要去打开 你如果还想堆的话 再拿一个塑料袋 放在它上面就好了 这就是最简单 最省力 也是最省钱的堆肥方法 前几天朋友给了我一些丝瓜苗 因为我第一批种的丝瓜苗 种在这里 都给虫吃掉了 这是前几天 大概三天前种的吧 好像还是有虫 我就去拿点这个 泥沫有根肥皂喷的 那个东西 在那个叶子周围 杆子周围呢 喷一下 这样就可以少一点 我第一批种下去的这个丝瓜呢 我忽略了 因为第一个种植床 我种的黄瓜 每一棵都很好 没有虫 然后这一盆呢 我以为也没虫了 其实这一盆呢 因为它更靠近 这些堆肥的东西 所以它会招来一些虫的 你看我现在就去喷一下 然后两天来看一下 我一天会到这个地里来 如果我采那个菜的时候 我就来赚钱 一天我就不来的 不是天天都到菜园里来忙的 这盆菜 两旁边种的是不一样 一共三种菜 这里有罗马生菜 还有A菜 有两棵A菜特别大 过几天有可能我要拔掉 因为它把丝瓜的那个光遮住了 然后中间这个呢 是叫菊具 这个菊具啊 应该是要盖 就是上面要盖东西 它出来就是黄色的这种菊具 哎呀 我因为现在还没地方 所以这几颗菜把只是暂时种在那里 这个菊具听说还是长久 就是可以吃的 就是一直你可以检验吃的 所以呢 它卷起来就有点像哇哇菜这样 所以我以后还是要把它移到盆里边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纸袋啊或者是一定要透气的啊 或者是纸盒啊把它盖起来 因为它不能有光啊 我现在只是适中 然后试吃 好吃就留着 不好吃就拔了 看看这里的黄瓜 好像开始要爬藤了 我已经放上杆子 让它们到那个网上去 然后爬到顶上 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看看这阳台是湿的 这样毛都应该发芽了 不发芽就说明这个种子有问题 地上都湿的 看来这个地也不用浇水了 我有这样的种植床三个 后花园有两个 前花园有一个 现在种的是生菜 已经长得满满的了 等我花菜吃完了以后就可以再生菜去了 Sam这几天用家里的旧木头又帮我做了一个 有可能没这个大 但是可以种好多菜呢 明天我给你们看我是怎么吃 昨天拔的菜的 好吧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记得到我们下期间的 你不用担心了 吃的 你不要担心了